第254集 再灭土玉魂 皇上登基之后 曾命吏部尚书牛洪 为齐王府配备官员 夜时之间 朝廷的达光贵人 都争相把自己的子孙 托牛洪送入齐王府当职 这些王公贵旧子弟 虽然经历不考核选拔 却仍然是良有不齐 齐王呢 他本人就是个喜好吃 喝玩乐的人 中规中矩者 他不喜欢 却钟爱如乔令泽 刘前安 裴该 皇甫勘 库狄中齐 陈之伟等一干人 这些人成日无所事事 纵情声色全马 或探访到某家 有漂亮女子的 就假称齐王俭 有令召唤 以车载入齐王府邸 肆意玩弄奸淫 然后送走 更有胆大者 打着齐王的名号 远走龙西 酷刑讨打胡人 以此索取名马 他们敲诈得来好马之后 回到洛阳 尽献给齐王 杨俭怎么会 稀罕那些马匹呢 命齐归还原主 以齐王名义 所得好马的不法之徒 便把马 静止迁回家中 还对不明旧里的人 吹嘘说 这些马 都是齐王所赐 凡此劣迹 不胜没举 玉使 韦德玉 将杨俭和齐王府中 各种污浊事 收集整理 弹劾杨俭 这些糗事 一经皆出 无异于火上浇油 皇上想到 当年自己 做皇子的时候 低声下气 知道做了太子 还是夹着尾巴做人 此才终于熬出了头 而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小小年纪 就如此嚣张 今后 怎堪担当大人 气头上的皇上 于是赛下一兆 令迁渔禁军 进入齐王府 深查杨俭 及其党羽的罪行 经查 杨俭王妃韦氏 本是民部尚书 韦冲之女 早年病逝 杨俭竟伤风败俗 与韦氏的儒母 袁氏私通 生下一女 乔令泽前来祝贺 与齐王喝得烂醉 莫无尊长的令泽 竟斗胆摘下了 齐王的棺盖 拿在手中 取笑作乐 更有甚者 不久 齐王召来相氏 让他在府中 肆意行走 那相氏啊 东张西望 直指着儒母 手上抱的孩子说 此孩儿长大后 将做皇后 王爷 贵不可言 杨俭竟道 咱的兄长 原德太子 已经过世了 除了咱耳外 皇上还有一个儿子 是树出 因此啊 自己迟早 是要做太子的 做过太子 既名正言顺 要做皇上 而那小女孩 是自己的女儿 她将来 怎么能做皇后呢 如 纯属一派胡言 这杨俭的话一出 弄得相氏一脸尴尬 无言以对 凡此种种的荒唐事 在齐王府中 不一而足 不过啊 杨俭 驳斥了道士之后 又胡乱猜想起来 他了解到 父皇不喜欢自己 将来极有可能 立兄长 杨昭的儿子 为太子 于是啊 又将相氏 请来做法 行巫术之事 用以诅咒 已经顾得兄长 杨昭的三个儿子 当诸如此类荒唐时 一一地揭露出来 皇上是更为愤怒 忍无可忍 下诏 腰斩了乔令泽等人 并将伪妃的乳母 赐死 齐王府中 一干做过恶的辽蜀 都被发配到西域边地 啃荒 事后 皇上伤心地 对身边的臣下说 唉 朕令外只有一个儿子 尚在强保之中 不然 定将杨昭 斩首于皆是 以申明国法 往日趾高气扬的杨昭 其实是个心中 毫无主张的窝囊费 从此 他一举而不振 更不提要做太子的事情了 皇上任命他 唯一挂名的经教尹 却不允许他参与 任何证物 这一年 东突厥的启明客汗 带了不少土特产品 并再次亲赴 东京洛阳朝拜皇上 皇上对他的礼遇规格更高 赏赐更加丰厚 并挽留启明客汗 在东京住了一个多月 数度与其厌隐 启明客汗 回到突厥韩国 既感到身体不适 没过多久 就刻然尝试了 消息传到洛阳 皇上十分伤感 为此 三日停止上朝 启明客汗的儿子 多吉士继承了客汗之位 这就是东突厥的 史弊客汗 大业五年春 正月丙子日 皇上下诏 将东京洛阳 正式命名为东都 恰逢其时 皇上接到了裴举 从张叶发来的表彰 报告了两件事 一是被打得落荒而逃的 土御魂 拂允客汗 据说已从西南林莽 遣回西平 被重新拥立为 土御魂部落国的首领 近来又有重新聚集军兵 固态蒙发的迹象 二是西域各国 闻听大随皇上 要寻幸西域草原 重新开通 从大随到波斯的商道 都感到欢欣鼓舞 并期待皇上的嘉连 皇上对裴举所提的两件事 十分的重视 不顾魏霄的寒气 便率一干大臣与妃嫔 从东都洛阳启程 直奔西京大兴 二月 戊虚日 皇上车驾安邸大兴宫 两日之后 皇上在武德殿 宴请故旧老臣 共四百人 西上谈笑盛欢 君臣皆感尽兴 次日上朝 皇上即问群臣道 赐古天子 有寻寿的习俗 不过 江南诸地 多涂脂抹粉 安坐深宫 不与百姓相见 此何故也 有大臣回答说 此样帝王 无视民俗民情 日子 必不长久 此言甚善 皇上点头认可 随即话锋一转 忽然 他大声地宣布 当下 华夏周遭 看似波澜不惊 而实则 隐忧尤存 本朝最大的隐忧 即在西边 因此 朕准备于下月 赴西域寻寿 以朕汉石 华夏威夷 皇上这一言计出 漫朝文武百官 方如梦出息 众臣凯探 他们的想法 不管多么朝前 却永远跟不上 皇上的多变 宇文大将军 功要注意了 此回 可要打起精神 皇上为了防止 臣下有异议 紧接着就点了 所一位大将军 宇文树的名 朝堂上的气氛 便骤然肃目起来 皇上继续道 本次出巡 亦是出征 咱的军队 可不仅仅是 把样子显微一了 要随时准备出击 与狄交锋 众臣亦随之意识到 此方跟随皇上出巡 显然不会像第一次 成州悠哉游哉 前往江都那么惬意 亦不会如第二次 去塞北那样 对一般的文武官员而言 只要随大六 即可平安无事 皇上的提醒 已经隐约透露出 本次巡游 将会是一次不同凡响 极不寻常之旅 不过 大臣们门心一想 皇上对西域放心不下 还是有道理的 远的不讲 仅说自随立国以来 西部边陲 就从没有真正的消停过 首要元凶 当属突厥 其次就是狡诈多变的土玉魂 开皇元年 沙布略大可汗率 东西突厥四十万铁骑 向大随大举进犯 土玉魂一乘机 侵扰西北梁州 第二年 占到便宜的土玉魂 卷土重来 使西部边民 深受其扰 随文帝 遂命梁州刺使 贺楼子干 发五州兵马 伸入土玉魂的后营 斩杀男女一万余人 扫荡二十日 方收兵回归 为此 文帝曾下令 贺楼子干 在边地建筑村堡 开墾荒地 用屯粮聚兵之法 来抗御入侵之地 任劳任怨的贺楼子干 一直坚守边关 积劳成吉 于开皇十四年 病逝于任上 而西部隐忧 则始终未能根除 边境大小战事 亦始终未能止息 皇上于朝堂 布置了此次西巡的 有关药物 散朝之后 仍一如过往 只带了数名侍卫 便从大新宫的侧门 来到姐姐家中 丽华出门迎接 行过柜里 她说 姐听人说了 皇上回了京师 就知道啊 圣上近日 一定是忙得不可开交 故而会着急着 进宫拜见 倒是皇上 怎么有空来寒舍了 诶 朕再不得闲 亦不能不抽个空 来看望老姐呀 是不是 看你呀 都做皇上了 嘴还是这么贫 皇上只在姐姐家里 才能这般的随意 说话才能 无精口欲言的味道 他随即对姐姐说 朕今日 是专来请姐 付西域一游的 那啥时候 能够成行啊 下个月初吧 本月已经所剩无几了 圣上怎么不在 京师多待几日呢 诶 朕是个急性子 姐还不知 再说了 三月正是出巡西域的好季节 据说到了盛夏 那边沙漠比咱大兴还要热 把个生蛋搁在沙上 都能烤熟了 行 那姐此回呀 就舍命赔皇上了 没得那么严重吧 此可难说呀 丽华道 姐都什么岁数了 说不定一口气上不来 不就将一把老骨头 丢塞外喂狼了吗 哎呀 看姐说的有多危险呢 其实 西域一并非那么荒凉可怕 春夏时节 草原不少地方还是很美的 姐姐可以到那里骑骑马 欣赏欣赏抑郁风光 正还听说那里产的瓜又脆又甜 还有美玉 玛瑙等名目凡多的珍宝 行了行了 丽华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 姐这此一生啊 算是值了 人渐渐的老去 还有这么好的一位皇帝 心疼着老姐 哎 姐怎么能说是老呢 姐不算老 也不嫌老 怎么说 至少还得安享清福二十年吧 那不都成老妖精了 算了算了 圣上别给姐姐戴高帽子了 一个字 去 舍命陪君子 大业五年三月 即四日 皇上从京师大兴出发 排列炫目之仪仗 一如既往的率领大臣 飞贫 僧人 及歌舞乐祭等 以十余万精锐之师 作护卫 浩浩荡荡地 向西而行 由于西部突厥 已经表示 臣服朝廷 目标便直指去年 曾受重创 今又有死灰复燃 迹象的土鱼魂 土鱼魂 于去年遭到 铁乐缠鱼和宇文树 两军夹击 已然溃散 他们的首领 福允 仅率极少残兵 顿入西南的深山里 皇上本想 以俘获的福顺 取代他的父亲 福允 重建一个 能为大随掌控的 土鱼魂国 未料 福顺抵达西平 不能为当地 土鱼魂人接受 只好折返朝廷 然而 时隔一年 福允竟又重整旗鼓 跃跃欲试 此 当然不能为 大随皇上所容忍 下四月 几亥日 威武雄壮 声势浩大的 大随队伍 停住拢右 他们在一片 方圆数百里的草场上 对外 宣称是狩猎 但是围阵之中 摇旗呐喊 战鼓震天 喊杀声四起 分明是在 演练军队 人银日 高昌国 土鱼魂 衣武等 周遭国家 都分别 前使 前来进见 巡行中的 大随皇上 几四日 队伍往前 行至敌道扎营 坐片刻停住 又有 党相 枪 等前来朝拜 并向皇上 敬献土特产品 鬼害日 耀武扬威的皇家队伍 出林金关 跨越黄河 直达西平 深入到了土鱼魂的领地里 随军旁若无人 与此间摆开战阵 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对于大随如此咄咄逼人的叫板 土鱼魂与周遭各部落国 文旗声威 皆万马其音 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 五月假生日 皇上在金山 宴请同行的文武百官 并采取断然手段 命内使令袁寿 在南面驻军 于金山 命兵部尚书 段文镇 率军进驻北部的雪山 命太仆卿 杨奕臣 驻军东面 琵琶峡 命大将军张寿 驻军西边尼岭 从而将土鱼魂主 拂允盘踞到傅元川围住 一场大战 眼看一触即发 起料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对随军一举一动 早做提防的拂允 知道其来者不善 趁皇上还在调兵遣将 何为之事 尚未最终成行之时 他仅待数十旗 从傅元川的大营之中 来了个金蝉脱鞘 悄悄地溜出了虫围 不仅如此 狡猾的扶允竟还虚张声势 派一个小头目 打扮成首领的模样 伟称是扶允本人 聚首于车我真山 引诱随军来袭 皇上果真令又同为 大将军张定和 前去抓捕贾扶允 却反被土鱼魂埋下的扶兵 用乱剑将主将张定和 射死 接着 随军副将刘武剑挺身而出 击败敌军 斩敌数百首级 直倒山寨 方知 福允其实不在此寨子里 而此时 被困傅元川的土鱼魂军民 抵挡不住四面出击的 随军强大攻势 七男女十余万众 全数投降 六月 左光路大夫梁末 又立为将军李琼等 奉命追击再逃的福云 福云率残步且战且退 并在一山谷之中射福 梁末李琼追之过急 中计 战死 土鱼魂主福云 则没入地形复杂的山谷 再次吐脱 左光路大夫梁末 原是北周和随 初驻国大将军梁氏燕的家奴 他作战勇猛 忠于主人 曾以身体挡住敌人 刺向主人之剑 可是当梁氏燕密谋 反叛朝廷的时候 他又以死 劝谴主子不要做反贼 其后 这位忠勇之义士 在抵抗突厥 平灭成果等等战役之中 屡历将功 直至此次 以身殉职 经过大小几次战役 土鱼魂刚刚恢复一点的元气 又被血腥湮灭 而其若想再次死灰复燃 可就不是一日两日 一年两年的事了 但是 皇上此次出巡 是要完全掌控西域诸国 和安定整个西域疆域的 他的这一目的 显然尚未达到 而此时 在齐连山另一侧张罗已久的 皇门侍郎裴举 正率各国部落首领 与张掖 翘首以待 皇上的加连 和安定整个民族的 和安定整个民族的